我們先接聽觀眾的電話來 高雄的謝先生 謝先生 你好 你在線上 是 傑銘 你好 你好 來 請講 好 因為我是第一次call in 那我是一個很小小的老百姓 我們都是 我覺得那個政治 以總統來講 政治款 那個補助一定要刪 因為總統是為百姓而服務的 他可以不用這一條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還有另外一個我建議傑銘 你們貴節目非常棒 在所有的政論節目裡面 你們是唯有讓觀眾call in的 我們希望你會加更多時間 那我建議傑銘 你們應該針對 不要再檢驗眾矢或是紅袖之類 因為未來的總統應該是小鷹 你要對小鷹做一個很強烈的檢驗 誠信能力各方面 當然我是覺得這樣實在 因為他是未來的總統 這可能百分之九十幾上了 但是他很重要 他一定要經過強大的檢驗 我像在座各界都是菁英啊 各方面的檢驗 像小鷹他們這都非常強 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 謝謝先生 我懂你的意思 我們事實上每天都有一個小內容 會針對蔡英文主席的內容做檢討 雖然時間不是很多 好 另外就是台北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我是認為說選舉是應該要拿的啦 是 是正常常常說 我們如果做得不好 罷免就要算說罷免可以 這個民意算出來還不行的 我們有它的款式讓它算起來 然後就罷免出來 不要門檻那麼高 罷免這件事情應該做一個對沖的機制 陳燕這個想法倒是不錯 怡經委員 我覺得這個30塊補助款 真的是對一個特別是年輕人 想要直接參政的一個補助 我舉我自己的例子 我第一次要選省議員的時候 我跟我先生兩個人 算一算 我們準備用500萬來參選 那我們沒有錢 我們兩個白手起家 所以我們就去拿房子 好不容易還在貸款的房子 我們再貸 再連他的律師牌照都拿去貸款 貸了500萬來選舉 真的是這樣 我們算一算說500萬花完就算了 超過我們沒辦法 這個是還得起的 因為扣掉 我們那時候也沒算那麼多了 大概可以扣掉200萬的政黨 補助30塊的 然後300萬 我們每年每個月的利息繳得起 我們是這樣算的 你要盤算 我才去參選的 明輕人就是這樣 就直接參選 就是要這樣算得很清楚 選到 我如果沒有計位還要買 那是幾年前的事啊 20年前 20年前 那時候業績可能才20歲而已 謝謝啊 所以呢 我要說的是 結果我拿了那個 後來我選的很好 我拿了300多萬的補助款 我馬上就捧著這個錢 因為借了500萬嘛 就去還給銀行 我再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就非常非常的羨慕 國民黨有黨產 他們要參選的時候 特別是他如果徵召你 或者是年輕人要出來的時候 他說你不用怕 國民黨有錢啦 我給你贊助啦 搞不好你都還可以有勝 再加上這個補助款 所以呢 我去還了以後呢 我忘記我們民進黨 任何一個選舉 30塊要繳10塊給黨中央 因為我們民進黨沒有錢 我們民進黨靠的是 黨公職的這些 我們每年都要繳 國民黨是有黨產 可以發給他下面的從政同志 我們民進黨是從政的同志 要繳錢給黨中央 插在這裡 有黨產跟沒黨產 這一來一去差很多的 結果我們那時候呢 我欠了民進黨兩個月沒有繳 因為我不知道 我就拿去還給銀行了 結果民進黨的利息 一個月10% 二十幾萬 那時候利息很高 那時候二十年前 這是真的 因為我老公是律師 我老公是律師 馬上就打電話給黨中央抗議說 我要把你們交給你們高利貸 這開玩笑的 還有這個歷史 是所以民進黨才說 真的法律不許可 所以才改 我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民進黨跟國民黨 有很大的差別 這是第一點 因為國民黨有黨國不分 已經A了人民那麼多的黨產 還要來拿這個補助款 我覺得實在沒什麼道理 那是黨產啊 跟這個補助款其實是兩回事 第二 第二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鼓勵 真的鼓勵直接 真的清白參選的人 如果我們今天政治獻金 是很很很 真的照這樣走的 那麼就沒有所謂財團 會監住什麼一 什麼七億男這種東西出來 一家公司 三億男 對不起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 後來是肆意到上海去幹 就沒有幾億了啦 一家公司最多就是一百萬 政治獻金就是一百萬嘛 就是一百萬就是一百萬 你可以下面有子公司 你每一家子公司 也只能一百萬 可是呢 就像小平議員剛剛講的 我們今天應該要抗拒的 希望候選人 不要拿的就是財團 就是不要這個一來一去的 國中委員曾經說過一句話 只要你是徵召就是八位數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好好談 但是第一個 我覺得市民的 現在提這個問題 問題是對的 他揭露了這個現象 也是值得討論 但這個人有點矯情 為什麼早不講晚不講 是不是他這一次 他現在這個經費 他也拿過很多次 三十塊的補助款 或是他這次自己 現在這個經費目的有點困難 就開始講別人拿那麼多 包括把這個補助款 變成是個賺錢的東西 是 這個是違反了原來的宗旨 可是我們自己立法 還包括立法這些人 本身就是玩假的 這個嚴格講就是工會選舉 為什麼要工會選舉 就是說選舉 如果這是人人參政 大家都有權利 可是如果在這個 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資本主義社會 有錢的才玩得起 選舉這個遊戲 那選舉這個權力 就變成少數人壟斷 那為了避免這個 才會講說 好 讓大家都有機會 才用工費 可是我們剛好把這個制度 搞得最糟糕 我簡單講 我們為什麼要上限 如果一個選舉 你只限定要花這麼多錢 理論上 你超過的部分都要沒收 包括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假設柯文哲 這次選舉 我們法定假設1億的話 他如果募款募了1億5千萬 連那個貸款還完之後 其他就應該繳回去 要不然退完給人家 要不然選舉就變成賺錢 這個之後還拿公費補助款幹什麼 你光施了募款 就已經夠你選舉發揮 那你還拿這個公費補助款 那不是把公費補助款 變成賺錢嗎 施明德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對的 所以我認為說 我補充一點點老師 不是 現在的政治先進法 它是說如果是公費 它剩餘款你還是要照報 但是你可以支出在 你的工項的服務 服務出的支出 四年內用完 我就不同意 沒有用完的 就要充公 就是要繳給國家 那你那個還有政黨補助款 對不對 你政黨拿去用 你政黨還一筆 我們沒有 我們 你們平時代每個月有薪水 不是嗎 我們沒有政黨補助款 不 怎麼會沒有政黨補助款 我們還要上繳給黨中央 不是 黨中央沒有給我們 你們黨得多少票 國家還會給政黨 對 那個有 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 你不夠 你們再去 所以我現在變成是怎樣 國民黨有很多黨產 我們真的不夠嗎 這個制度現在變成最糟糕 有辦法還是最有辦法 有辦法他從這個私下給募很多 公開也可以募款 然後可以選贏 他可以玩金錢遊戲 選完之後票數很高 又可以從國家拿很大的補貼 完全扭曲了原來的意義 我認為說這個公費選舉 本來就是剛剛已經講的那個 一開始那個原意 就是說希望弱勢者 不要被金錢所困 國家來給你補助 那我認為說 當時立法就是不甘不脆 要嘛你就一刀切 全部公費 不准有私的 要不然就是說 如果你有私的 那你就完全用私的 你就不要來拿公的 現在是變成公私兼得 對弱者來講 兩個都玩不起 所以我認為今天施明德揭露 這個東西是有道理的 可是說又怎麼樣 那現在立法的權力 都是在 剛剛葉委員就講這種話了 就是他只講了局部的事實 現在這個制度已經惡化了 這個制度已經造成更大的不公了 施明德這個揭露是對的 如果你要維持原來的精神 我不反對 可是施明德揭露出來 這個錯誤的部分 你們要面對超過的部分 你選舉已經夠用了 憑什麼變成放在他口袋 我只要一句話 其實如果照現在現有的 政治現金法來看這個的話 已經是非常嚴格 真的是非常嚴格 問題是Undertable那一塊 不是啦 問題是沒有造政治現金 就像國民黨這次爆的 他爆兩千萬 開玩笑 隨便六都 哪一個候選人拿的都超過兩千萬 小平議員這回來一件事 王金銘回答說 立法的目的就是清廉 他說給這補助款是為了清廉 立法院是假人假義 你訂出政治現金法 美國都已經搞到三十億美金 才可以當選總統 臺灣沒有十億二十億可以選總統嗎 沒有三五億可以選臺北市長嗎 那特用的是個特例 就是不要玩假的嘛 到底要幹嘛 就是我講為什麼講假人假義 我們一切誠實嘛 你就訂出總統二十億 你就訂出臺北市長三億 我認為比較有意思 臺南兩億 臺北物價高一點 抱歉 然後臺中兩億五 這個才真的嘛 然後你訂出這樣 你這樣的選舉 你知道里長不能超過五萬耶 選個里長五萬會當選嗎 從最大二十億的總統 到五萬的里長 大家希望增下一個會期 我們集中 因為他用巨見法 柯文哲只講了一票三十塊 我談全盤 私密的 私密的談 我談全盤 訂出來以後 那大家再來從事嘛 再回來 我每年要 我每個月要繳五萬塊那些 那個給員工六趴 準備金什麼等等 你們知道 你們認為一個議員 該領多少錢 一個市議員合理 我們不要絞情 專業議員 他都沒有做 沒有兼菜 沒有副業 給他二三十萬 薪水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應該可以吧 合理吧 那要給他二三十萬薪水 你一個月就給他 一個月給他一百萬 為什麼 我請我們薪水九萬 扣掉所有以後 你要不要服務處給他 我想清廉的 來注意養廉的做法 等會我們聽看 鍾小平議員 怎麼來描述他議員的苦 因為我知道很多委員都跟我說 要吃飯 你要出錢 我們委員很辛苦的 薪水扣一扣 真的沒錢了 補助款是不是應該要幫忙一下 好我們進行廣告聽完 小平的這個酸苦談 我們進行廣告 我跟葉宜清這樣子的市議員立委 都賠錢了 我們一個月 專業議員跟專業立委 專業立委都賠錢 我們薪水 你們大概十幾萬吧 我們大概九萬 你們比照步照 對 然後我們要講支出 不要只有講收入 他大概要花一百萬 我大概要花五十萬 因為他的選區 一個月基本支出 對啊 我們好不容易存一點錢 就去養助理 所以我本來十幾個助理 因為我曾經選過市長初選 但不要拿我這個做一般市議員的例子 我只更多 再回到一般市議員 沒有三五十萬下不來 那國家給我們多少錢 我覺得不要矯情 你有本事 就是你可以報人事 助理的費用 房屋 然後選民服務 這些都可以報 再給你十幾萬二十萬的薪水 然後你亂收錢 就把你抓去關 立委也比照 我覺得這樣才再回到 如果這樣一塊 三十塊就把它廢掉 我沒有任何意見 這樣聽起來 其實真的作為一個人民喉舌 這些錢是蠻重要的 不過我覺得這兩回事 立委的薪水跟議員的薪水怎麼樣 那是兩回事 其實這個補助館這個概念 原來是為了參政權平等的概念 參政權平等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這個自由國家 我們每一個都有選舉權跟被選舉權 但我常跟學員講說 我有被選舉權 但是我有能力選嘛 沒有錢就沒辦法選 所以其實公費選舉的精神 是要使得參政權能夠平等 三十塊補助館這個概念 是不是能達到目的 我發覺是不行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其實重點是在於說 你參政權平等 要讓每一個人 他其實不是出身背景沒有有錢 譬如你剛剛講說 選一場選舉要多少錢 你即使補助說上線說 市長兩億 要兩億才能選 那我還是不能選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精神 如果真的落實到立法層次 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才是關鍵 如果要說公平 黨產就永遠沒辦法公平 我要跟你講 用黨產這些 搞我們公平台人家 因為已經老是喜歡調侃黨產這件事 但是我沒有調侃 我說實話 有黨產這件事 反而讓國民黨選情越來越糟 就是這樣 因為他好選 他相當比較難選 就很認真很努力 所以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我現在講的說 其實跟黨產沒有關係 我是說公不公平 跟黨產沒有關係 就我就是說你的立法精神 但是你們不可以扭曲 黨產的不公平 你們繼續清算黨產 對不對 你不可以用這個制度 這個東西來弄 我現在講的另外一回事 有些人沒有參與政黨 他如果參加選舉 我再講 當年民進黨 還不是在很不公平的情況之下 沒錢沒人 還不是選上 這是你們把 永遠沒有多數過 沒有過半過 那是因為你們拿到權力開始腐敗 黃老師來 我剛剛講不要把問題插開 我又沒有腐敗 我是不要說 民進黨為什麼後來不行 沒有辦法過半 是因為你們拿到權力開始腐敗 也不能一起打敗一傳人 早年黨外選舉 我們都參與過 小英沒有腐敗 然後百姓口袋裡面掏錢 掏到現場 我們讓胡老師講 沒有啊 胡老師講這些都是兩回事 我們要把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談 黨產問題是黨產問題 立法委員民意代表的薪水 是薪水問題 公費選舉 或者是為了讓參選權平等 這件事 有些人他現在無黨籍啊 他要參選怎麼辦 胡老師我們在講 參選權平等的話 那麼我剛剛已經說 一個是有黨產可以給你 還有公費的補助款 給你一個是有公費補助款 但是他沒有黨產 他還要不但沒有黨產 他還要捐給中央黨產 這一來一往是差雙 你腦筋要想清楚 就我剛剛講 黨產如果不是不當的話 黨產不是問題 你懂我講意思嗎 就我現在講說不當的部分 在於處理 那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 你要你要講參政權平等 一定要想辦法讓任何人 他有沒有政黨參與 都有那個機會 那你要有個門檻 你要怎麼樣才能參選 不然每次就幾百人 來參選當然不行 可是我說你調你的精神 你30塊補助款 有沒有落實到那個精神 我看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落實那個精神 因為30塊補助這件事 如果我今天是無黨籍 我沒有任何黨派 30塊對我很重要 像清明黨一直虧錢的 30塊就很重要 胡老師你的說法 是30塊不夠 我聽說30塊可能不夠 30塊是不夠的 所以你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對 我想想如果為了參政權平等 30塊補助款要重新思考 真的 既然老大 他們親民黨 對不起 你不是親民黨的嗎 親民黨是虧錢的 宋主義選的這兩億多 是親民黨現在還是虧了一億多 第一個 你要拿30塊補助款 也得有條件的 不是每一個競選的都能拿得到 對不對 因為我是覺得說 票數的限制 公費選舉 像宋主義選舉是總統 這個選總統就沒拿到 對 那公費選舉的話 是一個政策 但是這個30元補助款 是一個拼湊應付的一個虛偽的法律 虛偽的法律 它這個虛假的法律 虛假的法律 再來一個政治獻金法 對不對 真正重要的話叫政治獻金法 真正違法的不會去報嘛 像我上次選了一次 人家要捐錢我都叫不要 我說我選假的啦 我是幫送點個名額嘛 我說你不要跟我選 因為我也知道立法委員那個薪水 對不對 絕對沒有我現在賺得多嘛 我又不做生意 而且那麼辛苦幹嘛 誰都誰都是我老大 我都要不之後每一個 我必要幹嘛 所以我先假的嘛 小平就苦笑 對不對 我就講清楚嘛 對我最後 那我是要幫頂 因為他一定要有10個地方的嘛 所以我幫他撐政黨票嘛 可是我選完了以後 我高中中學的同學說 你選假的也好看一點嘛 班上的同學啊 湊了60萬 然後60萬為了讓一個同學 他很快 就先開支票給我了 對 超過個人上線 我也沒有專業的會計 我也沒有 我都是志工啊 結果最後我不曉得 我這個同學是美國籍啊 外國人不行 外國人不行 他罰100萬啊 我罰60萬啊 那我怎麼再去跟當初30個同學 一人兩萬去要回來啊 對不對 後來宋楚怡良心發現 幫我付了30萬 你那同學沒有雙重國籍嘛 那還有虧120萬 他雙重國籍 雙重國籍應該可以吧 他的公司有外國名字 公司股東有外國人啊 我同學問他 你怎麼跟他解釋說 是同學先別人 他先電 再別人再交給他 那沒有辦法 就他也罰100萬啊 他罰100萬 他跟同學收60萬 給你花 這個要跟 這個其實如果是事實的話 可以跟監察院申訴 我有跟監察院申訴 他不理我啊 他說不管啊 我有申訴 我真的有申訴 監察院可以廢了 對 但是我後來更妙的在哪裡 我這位同學說啊 我上次給一個人啊 怎麼沒有出事 所以嘛 所以嘛 我上次捐給一個人啊 怎麼沒有人來查呢 怎麼捐給我就查呢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我也 這就是監察院 所以我就覺得說法要公啦 法要合理 要公平 好 我們先進個廣告 廣告我們聽一下年晃 怎麼來解讀 到底這個事情 真的有些政黨還真的 這30塊是不夠的 剛剛黃老師說 30塊是假的啦 我們先進一個廣告 其實包括像政治獻金法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這個我們通通把它合稱為陽光法案 那其實當時一個最重要法案 財產來源不明罪沒有通過 所以它的陽光法案 就是被烏雲遮住了一半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我們來談這個 得票補助款一票30塊 它最早的概念是公費選舉的概念 公費選舉在歐洲很多國家 其實行之有年 什麼叫公費選舉呢 就是今天假設你汪潔明要選舉 選不同的位置的公職人員 他有一個經費 就是說這個錢你一毛錢不用出 政府邊預算讓你選 就你花政府的錢去選舉 公費選舉有什麼好處 除了剛剛大家強調說 保障平等的參政權 平等參政權很重要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資本主義社會 你沒錢是別想選舉 你再審再審選一個立委 花一千萬差不多啦 所以你一定一定要有錢 所以保障大家平等參政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政治現金 雖然規定很嚴格 就是你收到錢之後 你要每一筆申報 然後剩下錢四年之內要花完 不花完就充公 而且花的還是要指定用途 可是對不起 他有太多檯面下的交易 今天我拿現金給你 請問你收得到 我講的是cash 那個我拿現金給你 我根本不經過銀行帳戶 對 那我就挑明跟你講 這個不用收據 你根本查不到 所以很多政治的黑暗面 就會在這裡面發生 公費選舉好處 就是我今天 我如果給你公費選舉 那對不起 你自己一毛錢不用花 同樣道理 你一毛錢不能收 收一毛錢 我查到 我就判刑就重判 公費選舉的好處是 保障大家參政權 而且會讓我們的政治 更陽光更透明 我覺得會比現在這個 你選完之後 再給你一票三十塊 因為你給你一票三十塊是 你要有財產去抵押去借錢 要不然你要有很多好朋友 當年立法院那些玩八章 是假借公費選舉 當他們公私兩得 是私的那個又弄 公的又拿 最可惡的 這一家 最後我想請問施明德 因為你今天講 說有一個選過總統的人 拿了得票補助款 去買了別墅 我剛剛算了一下 1996年到現在 到2012年 有選過總統的 大概七個人 是 因爲 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